这一局就真的是决定了谁能够继续留在舞台上六强 对 很重要 突破自我 就在这一局了 看一看吧 对于黑人来说 在第一局经历了让四追舞的这样的情况之下 第二回合顶住了这个压力 面对到对手的选图星星火车战拿下了这一分 现在我觉得真的就是在同一棋榜现场了 两个人不管从心态也好 状态也好 耐力也好 体力也好 到现在这个点其实真的就是五五开了 真的 看下班图 黑人的班图选择 还是月光 还是月光 M神要变一变吗 这段物语我真的觉得有必要搬的 先班图选择 刚才一样 真的我觉得可以考虑把11成换成物语 而黑人的话这两手班图都是没有问题的 嗯 海冰也没有问题 看一下MuRest 你呢 还是11成吗 还是11成 还是11成 变 稍微调试一下 天空之城起步全是对抗 这两个人感觉会不会又给我们上演一场 从头对抗到尾的比赛了 我觉得有可能 从天空之城打到最终敖战 最后的对决才足够精彩 熬到底熬都熬了 对啊熬都熬了来都来了 对 但这是六强之争啊 是的 看一下用车 都用到指挥官 每名选手都没有跑过相图 他们对于哈迪斯的选取还是蛮高的 哈迪斯他们两个人用处都比较大 嗯 来了 看去起步 双侧 马迪斯的起步要更快一些 弹 哎 前面是没有弹出来 这里再挤那道 没挤到 路线也有点歪啊 是的 但前面黑人又送回来了 两个人不停的这个弹射互送 对 哎 但是一下子追这么近 看后面的那个弹射吧 马术应该是没问题的 哎 这应该是改的了 这应该是改的了 但是WCWW309啊 这个弹射又没出 但是MURACE的赢免一秒 来了 这里一些又看不来 MURACE的机会 哎 黑人 科迪斯强 还连带到了 但是戴到连城 最后已经想到没喷了 CW单喷 完成了反超 这已经是无限次数的给机会啊 黑人没能抓住配分 哇 两个人互给 给到最后 天哪 最后一个给的 就是最后一个给的那个 才是真正这一局输的那个人 最后一个给的是黑人 出弹太急了 对 他没喷被顶着了 其实前面的几个失误 能够让他顶在前面 完全是就是路线 路线 但是最后你没喷 长直线 就是操作 没有机会了 是的 手头天空之城 看一下这局 起步 我觉得M神的话 要么单侧 嗯 要么断鸟 然后再重杀 击买一把弹器 而对黑人来说 他更习惯于单侧的起步 这个起步 刚才我们看到 其实 他卡器 第一个也卡不满啊 但是后续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是因为黑人脱飘了 对 黑人不脱飘的话 那个单侧是比他双侧快不少的 是的 所以你如果说想要挤满这个气 你要么干脆就断鸟 嗯 要么你就 不挤了 就就单侧 来了 摄蛇 摄蛇 看测 摩列斯 摩列斯 柯强了 前面黑人感觉有点小波 有点歪哦 好 这里 M神的这个小灯点得挺快 后追 主要是 这飞跃点 嗯 最后的那个加速带 要两个人怎么过 这里重开个单机之后 踩两个加速带 会好一些 哎 但是两个飞得都有一点保守啊 路线过来之后 其实摩列斯更好 这边 只是内道让出来了 是也跟上来了 这个要比第一圈前半段 不大拖飘 这是顶过来之后 强行造就的这个拖飘 CW 下来注意路线 穿杀 还是一个CW 这个距离 黑人不给机会的话 感觉追不上 而且摩列斯在后面 有点磕磕磕磕磕磕的 哎 有拉近的趋势 但仅仅只是趋势 是啊 已经是最后的飞跃了 黑人飞得非常的完美 那这局应该是没有 过来了 撞到了 但是没有用 半超0.42秒 恭喜黑人 1比 两人今天真的 有来有回 是啊 1比1 而且他第三轮 是有熬战的 是啊 如果说 最终打到 4比4的话 那就会进入我们的熬战模式 按照这两个人 前两回合的那个趋势 看一下这一次 黑人 能不能把握得住 这个机会 来了 看一下起步 这次侧身 卡到了黑人的 对 起步没喷 然后 黑人 卡了三下 看这里落地下来的 ECU 这是 再加上 这个加速带的速度很快啊 这个弹射拉近了很多 这里要不要卡一下 黑人没选择卡 但是慕瑞斯自己拖了 是的这样的话 这个断空飘下来之后的淡前续 然后球手都坐上了 进入到第二圈 黑人这次在零号实验场上面 拿到零跑 但是连续的弹射过后 一定要注意后面的点票 哎 M想下去挤一下碰一下 但是没碰到 这里在断空飘延续 ECU释放出来 黑人还是具有一定的领先优势 而且M3这里有点着急了 那再开淡气 这个距离0.8秒的时间差 对于黑人来说 后面就稳着来跑 无非黑人自己失误 不然没了 而且已经剩下的15点不多了 就只剩下这一个断空飘了 这里甚至于你不要断空飘都行 但是黑人还是选择对不对 这一局轮的赢0号 每周他不香吗 是啊 车间他不香吗 人一倒他不香吗 其实0号我觉得可以 对吧 他这两局0号表现的都不错 只是说在这一局当中确实 他三个回合选出来 三次0号 就赢了一次 那确实是 对吧 但是 看一下起步 这手美洲大峡谷 开局 这一局M3更快一些 但是自己上墙了 这里就不要放弹器了 ECU也不放了吧 嗯 留到后面是吧 要注意这里的喷啊 是的 诶 没弹出来 但是稳住自己的节奏 我先慢慢追 第一个劲到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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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机会 到底有没有 刚刚还有 但是我刚刚 好了 没有机会了 刚刚说完 再克了一下伤的 那就更没机会了 是的 那这局每周 黑人可以拿下比赛 而且比分将会来到3比1 诶 这最后感觉 捧到最后的可能 还得是黑人啊 最后的冲线时间 1分13秒34 3比1了 但是我相信 黑人在面对到 这样分数的情况下 他也不会 再去想到那些 就是要打这个同车 最后再选了 在此时此刻 真的就是要做到一刀切 不要给对手留机会 不要给机会了 真的 现在优势 好不容易 抓回到自己的手里 对啊 对吧 这种在细节上面的对抗 对吧 这张图都是弹设的 包括那个段弓飘 这两个点对抗很多 但这个图啊 跟黑人打你要拼的 不只是细节啊 更多的是你的稳定啊 就我们第一轮 可以看到到黑人 在这样图好稳的 还有起步的这个卡位 来看起步 哦 起步 M神的第一个测试没测出来 感觉 还可以先追一追 不着急 看一下这边的一个落地 ECU ECU释放 哦 更完美 MURACE看一下后面的这个弹射 已经反超了 又是抢住了内道 但是这边蹭墙之后 恰好卡到了黑人 对 这里黑人没有喷 重新开个弹气 调整非常的快 哦 这一个大的停滞过来之后 速度有一个骤减 再开弹气之后 看一下第一圈的断空飘 也要极限的断空飘 能拐过来吗 可以 但是领跑优势给到了黑人啊 第一圈47.5 这里WCWW点票 再甩 甩过来了 但是MURACE一直紧跟在身后 这个距离看一下0.7的时间差 落地下来的 ECU 黑人这次也成功的释放 没有出现问题 落地之后的这个弹射 对 一个节奏感觉 MURACE其实有在拉近的 都没有失误 0.3秒了 这个时间差 可神 哦 后面MURACE弹起来了 来了 必须得极限了 凭最后的这个断空飘了 但这里怎么说 自己的断空飘 能断出来吗 断出来了 但是 下去了 那我顶下来 有一点点偏 来到最后的 入弯 最后MURACE弹上墙了 那这样的话黑人来到4比1 赛点 来到了自己的赛点局 地图也几乎锁定了 没有别的图了 是吧 就对于MURACE来说 几乎是锁定了 只能锁的同车 急速空港 空港 我觉得以MURACE的稳定性 还不一定能选 看状态 我觉得 人鱼吧 人鱼啊 对啊 空港也行 拿下的 对 又是让了4分 这一天之内能创造 两个让4追5吗 我觉得 没有这么多让4追5 真的 是 而且这是赛点 不再是局点 赛点 来了 MURACE选出来的 人鱼岛 看一下起步 双侧 BCU要释放吗 都交了 两个人应该是都交了 但黑人有一个领跑优势 继续要挤路线 路线 挤到了 黑人是没放的 然后 他没放 ECU 但是后面 MURACE上墙了 哇 有ECU 两个人都有ECU的情况下 这个距离得有2秒了吧 而且黑人 两个都有一个ECU的 黑人这里调整一下 ECU这里释放 只要没有问题 没有出现失误 距离6小时路 就只剩最后一个飞跃了 最后的话 黑人只需要压住 最后的车 是的 压车压得凶一点 怎么说 前面有点 飞得好高 但是没有用 恭喜黑人 1分19秒40 最后大比分锁定在了5比1 拿到了这局比赛的赛点 同样进入到了6强 是的 在经历了第一回合的让四追舞之后 黑人 保持住了他的心态 他稳住了 在第二回合 哪怕他打满了 而且面对到的是 MURACE的选途 新兴火车战 对 这一个火车站 不是软卧 而是一张战票 站到了 6强 6强 真的是一路站到了这里 怎么 不容易啊 这个对于黑人来说 真的很难很难打 但是他就是这样 一个赛季的突飞猛进 能够进入到6强 这已经是对于自己实力的认可 他今天表现出来的不仅仅还是他的实力 同时还有他的任性 他的心态 在这种局面之下 他能够 稳到了现在 稳到了最后 甚至于战胜MURACE 真的太不容易了 我们得恭喜 黑人 得到了一个让思绝 同时他 他措施力也太多了 是啊 他 其实 他今天输的确实挺可惜的 他的选途上面 确实有的图